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antha 今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現在申請錄卡的情況 以及我現在公卡的情況 以及想解答之前網友在我YouTube下留言的一些問題 如果大家很有興趣想知道的話就繼續看下去 好 我知道大家都很想知道我的錄卡的情況 很感恩 因為自從上次的短片出了 說我懷孕之後 隔了幾天 十月一日 十月二日 就收到美國的移民局還是聯邦政府給了兩封信 我就說你的公卡和臨時工作證終於可以 approve 然後隔了兩三天 正式就發了一張卡給我 都很開心 因為等了一整年 有很多住在美國的朋友或家人都很關心我的情況 其實我都很緊張 但也沒得緊張 因為我知道疫情之下任何人都不可以心急 所以很感恩 這個寶寶也為我帶來歡樂 我希望之後他繼續為我帶來很多不斷的驚喜 首先說一說 我想解答一些網友的問題 因為很多網友都有同樣的問題 不斷地發問 又好奇 我就想一次過這段影片解答 第一條問題 我先看看 未婚妻跟伴侶簽 申請的程序哪一個比較快 即是來美國 或者是申請錄卡比較快等等 其實現在的情況是很難回答你的 以前同事有跟她說過 如果你申請伴侶簽 意思是你在香港已經結婚了 然後你就一直都分開住 那你申請太太過來住 是會快點的 這個叫伴侶簽 但因為基於疫情之下 其實很想跟大家說 由疫情開始 再加上中美的關係 太過惡劣了 所以其實我也很幸運 我不是用伴侶簽 就進來美國 我是用未婚妻進來美國 那為什麼呢 那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這個都是我自己真人真事經歷的 就是去年正因為我不是申請伴侶簽 我不是在香港結婚 所以我很快用未婚妻簽簽就來到美國 因為去年美國的前任總統特朗普 他頒下了一個命令 因為他想制裁中國 於是他下令和保護美國人民 這也是另一個原因 而且他想連任 爭取民意 不斷地對華的政策很強硬 他犯是親屬移民 職業移民 或者讀書移民 不是 讀書 過來美國讀書 那些人凡是涉及到有六卡申請的情況 所以他全部都阻止了 即是不讓他們入境 剛巧因為我未婚妻簽證 因為以往未婚妻簽證 是要等一段時間才可以有六卡 那一定是未這麼快 即是意味著我會拒絕 但他會才讓我入境 所以我覺得我很幸運 因為我申請了未婚妻簽證 所以我很快就進來美國了 但如果我去年申請了伴侶簽的話 那就不是這樣說了 即是我有機會可能2021年才進來美國 因為是拜登上場才放緩了對華的申請六卡移民的政策 有好又不好 這些我都不想討論 因為純粹告訴大家 誰的程序比較快 在這個時候 其實無論哪些人 律師都好 他都不會膽敢回答你哪條對話 原因是因為疫情實在太反復了 而且因為今年又多了很多難民 放寬了很多難民 無論是哪個國家 墨西哥 又有巴勒斯坦 我都不知 最近有新聞是在打仗 然後香港又放緩了 所以他對一些名額都會收窄了 而且我也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如果你還在考慮申請哪個移民簽證 你就很快點決定 因為去年前任總統美國特朗普 因為他要去反制中國 而是因為中國的國安法要強行實施在香港 如是乎由去年2020年6月開始 香港的特殊地位已經被取消 已經納入在中國的名額當中 意味著什麼 無論你是香港人也好 中國人也好 澳門人也好 澳門應該都是屬於獨立 所以在中國 如是乎都是同一條隊申請 即是你申請的時間會拖長 要跟一班很多中國人去搶 搶也有名額 因為中國人都會申請自己的家人過去 又或者讀書 中途會轉為綠卡 又或者是其他原因 所以如果你還在考慮的你 就快點快點決定 因為無論申請誰都好 你都要等面試 又要等香港之前的程序 如果你打算申請美國簽證 不 美國未婚妻簽證 你也可以考慮我之前看我的影片 怎樣去申請 程序、填什麼表 你快點好搞 否則只會拖得越來越長 我希望解答到其中有幾個網友問的問題 到了第二個問題 有個網友曾經問我 是否可以申請到綠卡才考車 如果我在美國讀書或是留學生 我可不可以有車牌 美國考車牌 大家都知道 16歲或以上可以考車牌 所以無論是大學生 中學生 只要你年五十六歲就可以考車 不過是否就這樣考車 是否一定要有綠卡 就未必 是真的看自己的州份 廢城是不可以的 它規定要有SSN號 即公卡才可以考車牌 因為SSN代表你的香港身份證 如果你有綠卡 沒有SSN號 可不可以呢 其實這件事應該不會發生 正常公卡應該是給綠卡 快有 好像我現在這樣 我綠卡都未批 我要兩個星期後才見這個移民官 才知道自己綠卡是否批 所以我現在公卡是有了 不過也不是很早有 就是早兩個星期 因為都是疫情的關係 所以就變了 我現在有SSN 可以去排期準備去考車牌 考不試 但基於現在有了BB 可能又要再押後了 所以如果你問是否有綠卡 才能考車牌 就不一定的 你自己要上網查回DMV 例如你是Penstay的 你就查回Penstay的DMV DMV就代表香港文書署的代名 DMV就代表香港文書署的代名 看看能不能幫到你 輪到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很多人問我 我結婚後要申請什麼文件 例如我結婚在美國 那我還要做什麼 其實都有很多文件要填 但你想知道我詳細的文件要填什麼 留待我下一集再拍給大家 因為我不想影片太長 但我可以簡單告訴大家 大家要申請幾件事 第一就是你adjust你的status 就是你要轉換你綠卡的身份 由你未婚妻結婚 變成你要在這裡申請綠卡 但綠卡並不是永久的 是兩年 我現在公卡 甚至是臨時工作證 都是只有兩年 意味著這兩年是暫時工作的 但兩年後我就要續的 如果我不續的話 我也不可以繼續在這裡工作 也不可以留在這裡 那綠卡之後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你要adjust你的status 綠卡要申請 第二項要申請 就是你公卡 剛才我所說 這個公卡是非常之重要的 幫你去考車牌 幫你去找工作 因為它是等同你的test file number 要幫你打稅 如果你是做白工的 多數人會幫你自動轉帳 幫你報稅 你年尾就知道要交多少稅 另外一些可能是買樓 或者買車 都要assassan number 所以其實這個assan number 是很重要的 也要提醒大家 你assan拿了之後 千萬不要拿去過交 因為人家已經寫得明白 千萬不要拿去過交 但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一張A4 size的紙 飄下飄下飄下 其實都很容易弄 但他都叮囑我 assassan number 千萬不要大街 都是keep回家 你自己就保存好一點 因為有些人試過 不小心把assan number 隨便給了一些人 那些人就隨便把assan number 知道了 他就會上網 拿了你的強積金 拿了你的福利 所以千萬不要隨便給別人 另外 你還要申請些什麼 就是你的工作臨時許可證 因為你要adjust 這個status 同一時間他都有許可證 你看到他都很古怪 因為你拿到陸卡身份 都要拿取許可證 對呀 因為美國慎防你假結婚 所以在這兩年內 你千萬不要弄一些變異的結婚 無端端又鬧離婚 又分手 又分居 因為美國實在太多假結婚案件 所以大家就自己留意 工作簽證 工作臨時許可證 一定要去申請 另外就是你travel 但是他會不會給你一張卡 是不會的 不過他會告訴你 他會印出了他的訊息 他的訊息 在網上 可能在他的電腦上面 主要是這幾件事 就是三件事 錄卡的身份轉換 你的公卡 臨時許可證 以及你travel 至於要填寫什麼文件 交多少錢 怎樣交 我唯有下一次拍一集 告訴大家 我都盡量以我所知的事 告訴大家 好了 到了第四條問題 就是很多人好奇 亦都很多人 留言或者私信我 說我可不可以用旅遊簽證 過來美國結婚 其實這條問題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第一 我不是拿旅遊簽證 過來結婚 第二 我也是自己上網查 美國領事館自己說 別人的官方網站 其實都說了是不可以的 也知道嚴重性 就是當有人教唆 或者他人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他是積屬違法的 如果當他身份在做adjust 就是這個移民的時候 如果他在教你這件事 其實他是違反了美國的條例 有機會被遣犯的 所以其實你問我這條問題 我只會答你 是不可以的 但是你說 Ice & Manfa 有很多人都試過上網申請過 那些是幸運而已 而且他們一定是找律師幫忙的 所以這些問題 我都建議你們自己找回當地的律師 但是我只能夠和大家分享 就是說 現在申請旅遊簽是越來越難 無論你是香港人 中國人 還是台灣人 台灣可能ESTA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如果你獨立申請10年的旅遊簽 其實很難 因為他們很害怕 因為現在都是移民潮 其實他們都很害怕 中途很多人都在欺騙美國政府 而且你讓他們知道你欺騙他們的話 有機會是險犯還是少 最重要是你永遠都不能被人簽發 你旅遊簽證 那你真的一輩子見不到你男朋友 即是你要被迫分手 或者又是他就你回香港和你一起 我覺得 正你得武這個險 還有是不是這麼急於在這一兩年去結婚呢 如果真的要的話 所以我就建議大家不要那麼冒險 我覺得都是用正途的方法 我講的就是你申請未婚妻 又或者是伴侶簽 雖然真的會很長 即是申請要等一年 在香港等一年半 但至少你真的名正言順 拿了這個身份來美國 還有我肯定一件事 就是來到海關 他不會好像上網很多人都說 要盤問你去關你黑房兩三個小時 因為那時候 我是等了很久才被人問 因為太多人申請 但不是刻意特意關我一個人 在獨立的房間這樣被人盤問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意思是 有些人試過用旅遊簽 有些網友跟我分享 就是他申請旅遊簽 最後被人發現 然後我就給不到反應 所以我就真的不建議 因為他被人盤問了兩三個小時 運在黑房 但我不是真的被人運了兩三個小時 只不過運在同一個公共的地方 然後被人再問多一次 確認多一次 你是否用未婚妻簽證進來美國 沒有很多刁難我 所以我就建議大家用證堂的方法 會比較好一點 而且我也很感恩 有一個網友 都成功進來賓州 跟他未婚夫準備結婚 他跟我一樣 都是一樣申請未婚妻 所以他那次跟我分享 他也是沒有被刁難的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我們兩個個案都沒有被刁難的時候 就是為不正常的方法進來 就不需要這麼害怕 因為你是明證而順我身份 所以我也鼓勵大家 不妨再次再三考慮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到這裡 錄卡要等兩個星期後去見移民局 其實我也有點擔心 因為我也要準備一些問題 看看他問什麼 我也要有個心理準備 如果有機會兩個星期後 我成功的話 都再跟大家分享 即是那個過程 以過來人身份再分享 第二件事就是想跟大家再有一集分享 未婚妻簽證後 要填寫那些 adjust status的情況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很喜歡這段影片 亦都解答到大家的問題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hare 支持一下我 我看今天真的很精神 所以才拍這段影片 否則我應該沒辦法拍這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